卵巢、肠及淋巴癌案例 1985年,妻子罹患卵巢癌,开刀治疗 过了四年,经检查有罹患结肠癌,再次动手术 经休养一段时间,身体健康状况逐渐恢复 某日,她肩膀突起一处肿块,切片检查诊断为淋巴癌 马上住院化疗,疗程中她身心疲惫非常痛苦 2012年,回诊检查,又被告知罹患直肠癌,再次开刀治疗 最近,回诊追踪检查,被告知直肠里长了一个心肉 便进行内视镜腹腔手术,术后恢复状况不理想 一周后,回诊又被告知需再动传统刀大手术 当时,真不知如何示好彷徨无助 担心连续动手术,她身体经不起折磨 讨论后决定放弃这次手术 此时弟弟推荐原始点医学 我们开始执行每周五次按推 喝农浆汤温敷适量运动及保持愉快心情 以上步骤晚复失作 经一年多之后,效果显著 妻子原有糖尿病于30多年外治 使用原始点两个月后,不用吃糖尿与血糖的药了 陈年外治也消失了,实在非常奇妙 现在还是每天坚持为妻子按推 我们是原始点的受益者与见证人 感恩